新城乡公所述号上午举办新城乡海市艺术节目记者会 海市艺术装置从本年7月起征建 共争选了三组的优秀作品 期盼与乡民有共同行销新城 点亮新城的新聚焦 新城乡公所述号上午举办新城乡海市艺术节目记者会 海市艺术装置在7月份开始征建 共争选了三组优秀作品 期盼与乡民共同行销新城 点亮新城新聚焦 建立乡公所从110年开始 积极争取海洋委员会经费 为了打造新城乡海洋产业产品能监督 培训了水上摩托车以及独木舟的教练 办理海洋生态以及海洋游戏课程 以及海市艺术创作征选活动 期盼与乡民共同行销新城 点亮新城的新据点 农官客跟我们海委会来争取 这样的预算 持续每年都有争取到 我想他们的辛苦啊 我们用掌声来表达 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刚刚主持人也要特别提到 这三组作品的老师 我想特别要来 林立仁老师在这个地方特别介绍 林立仁老师 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好不好 陈永昌老师有来吗 陈永昌老师 在台北参长 还有我们李 李宇轩以及黄雅金老师有来吗 他们都在其他地方都在参长 这三位老师都是艺术家 作品都备受肯定 很多的作品来争取评写 但是透过专家写水的评定 他们三位都来助委 我想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跟我们黄先生以及康乐村几位老前辈 说我说这条雨在这个地方里面 要帮我顾好 不要让人家来破坏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那个粮体那个地方 来怎么样来看海 来回味往事 这些老人家就是那么可爱 我说把这条雨给我顾好 不要让人家偷走 他说没问题 跟大家来开开玩笑 这个海事的艺术 在新人乡的未来的日子当中 我们持续会来做 我们北中南都做了 在我们新城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废气物来制造的 李老师 两位老师来制作 有空到那个地方走一走 就在新城海底旁边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德艺仪场 那个地方 也是竹编的一个艺术 那这个地方是找回大刺激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创作 新人乡的合理台为海事艺术作品 揭幕并表示 新人乡公所团队 为新城乡海洋品牌打造人建筑 透过三件展现的艺术作品 吸引更多游客停留在新城乡 也会游客能够加以爱护 让观光新城 有欣赏艺术作品的美丽秘境 也期盼相信共同行销 漫波新城 记得喜欢新城乡资料 请不吝点赞订阅